如今玉校兵萍安生夏子 对于整个安国公府来说 是天大的喜事 尤其是朱景燕 当她怀抱着那幼小的婴儿时 整个人都快兴奋地晕过去 但有人欢喜 必定有人忧 夏皇身边的那是落白笑嘻嘻地上前说道 恭喜国公也喜的麒麟儿 哈哈哈哈 同喜同喜 朱景燕此刻高兴地 全然不在乎落白此次前来的用意 落白表面上是代表夏皇前来慰问的 实际情况却是打探消息的 这里面涉及到了当年夏皇朱景天 和安乐公朱景燕的皇位之争 确切地说是朱景天单方面 和朱景燕争夺皇位 朱景燕自幼时起 便立志游历江湖 将全部心思都放在结交江湖中人身上 且为人豪爽仗义 在江湖中闯下一个侠王的称号 但同时他又天资不凡 曾被大如墨上臣 平为皇室三百年来最有望成为如门闻秀之人 可谓是文武双全 深得其父皇喜爱 可朱景燕无意皇位 整天想着游历江湖 结交高人意识 逍遥快活 越是这样不想参与到皇位的争夺中 越是惹得老皇帝喜爱 再加上他总是深入民间 对百姓疾苦有很深的了解 所以他就算是不想成为皇帝 但也会时不时地建言献策 为百姓说话 如此一来 在朝堂上赢得很多大臣的拥护 同时也惹得其他皇子不满 对此朱景燕毫不在乎 那时候他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不主动去谋夺权利 那么纷争就会离他远远的 沐秀于林封闭催之 朱景燕的优秀将其他人显得十分普通 再加上他最为年长 所有人都以为皇位非他莫属 不过朱景燕对于唾手可得的皇位 百般拒绝 他只想成为一名闲散王爷 后来出现一个 使得老皇帝不得不将储君的人 选定为其他人 也就是现在的下皇 如愿登基的朱景天 每每看到朱景燕都觉得十分难受 仿佛他的皇位是人家嫌弃不要的 这才轮到了他 于是他登基的第一件事 就是册封朱景燕为安乐宫 寓意余生都安乐享福 不要有过多的举动 而一直支持他的朱景名 则被封为安国宫 由他负责监视针对朱景燕 对此朱景燕毫不在意 依旧是沉浸于江湖游历之中 直到遇到了玉孝兵 这是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 甚至江湖上还有说书人 一直在酒楼中讲述 最后等朱景燕成功抱得美人归之后 玉孝兵这时候才知道眼前之人 竟然是一位国公爷 他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公夫人 当知道朱景燕娶妻之后 夏皇朱景天心中一惊 成了家的男人和没成家的男人 是不一样的 若是以后朱景燕的儿子在出生 保不齐他会别的想法 但愿他以后生的是个女儿 否则就别怪我无情了 夏皇打定主意 严密监视着安乐公府的一举一动 当听说玉孝兵生了一个儿子后 气得摔碎了一直在手中把玩的玉佩 一旁伺候的落白急忙上前安慰道 陛下请息怒 保重龙体要紧 息怒 让朕怎么息怒 夏皇狠狠地盯着落白 朱景燕连儿子都生了 那他下一步是不是就得寄予朕的皇位了 陛下 小公爷出生乃是喜事 不过奴婢听说越是这种贵子诞生 越要注意 否则就会养不大的 落白低着头 眉头莫尾地说了这么一句 而这话恰好提醒了夏皇 是啊 小孩子身弱体虚 保不齐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 半路夭折也很正常 夏皇心中瞬间便有了主意 陛下还有一事 淑妃可能也在这几日就会生产 您看要不要让赵监政去给乔乔命格 嗯 先让赵之白去给朱景燕的儿子看一下 淑妃往后排一排 是 至于为什么要让青天间来看一眼 这就涉及到了皇家隐秘 青天间有一种秘传的方法 可以查看一个人的命格 和妾命人不同 青天间可以百分百查看出来 不会出现看不清的状况 但这种方法只有历代监政才会 而且每次使用都消耗巨大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用一次 但朝堂之上官员众多嘛 不可能每个人都看到 所以这就需要夏皇亲自安排名额 尤其是皇家每当有皇子诞生的时候 都会让监政查看一番 身为皇子 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奇特的命格 只是有龙气护体 这要比低血认亲还要准确 但这次让赵之白先去看一下朱景燕的儿子 是担心那孩子会不会命格特殊 危及他的皇位 当初朱景天和朱景燕同为皇子 但身上所蕴含的龙气却不一样 据上一代监政所说 朱景燕身上的龙气 在众多皇子中最为突出 从诞生之日起便出具龙形 但由于他无意皇位 主动放弃 这才使得龙形没有继续凝聚 若是朱景燕哪一天改变了主意 保不其他还有登上皇位的可能性 所以这也成了下皇的一块心病 安国功夫 由于玉校兵平安生下孩子 朱景燕十分高兴 不仅每个下人全都有赏钱 而且还在儿子满月当天 大摆沿袭 玉校兵怀抱着儿子躺在床榻之上 一旁的宁玉书则是撑着脖子 好奇地看着那小小的婴儿 夫人 小公爷看起来好小啊 宁玉书小声说道 那是当然了 他才刚刚生下来 以后就能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 玉校兵笑着说道 我能摸摸他吗 当然可以 玉校兵出身武林世家 并没有严苛的规矩 对待身边的人都十分和善 宁玉书小心翼翼地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地碰碰了婴儿的手掌 处于睡梦中的婴儿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一下子就将宁玉书的手指握在手里 宁玉书一愣 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怕吵醒小公爷 就这样一大一小两个孩子的小手 就这样紧紧地牵着 一旁的玉校兵 微笑着看着眼前这一幕 很快便到了小公爷满月这天 安乐公虽然在朝廷之上并没有担任要职 但他毕竟是一位国公 所以大小官员全都得给他这个面子 青天间监政赵之白的出现 惹得众多官员纷纷侧目 而朱景彦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来 不过还是热情地将人迎进府中 没想到赵监政竟然亲自前来 真是我儿的荣幸啊 朱景彦脸上挂着笑容 热情地说道